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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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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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Operizer 这两只一样 那這個藥籤的能階差呢是長這樣子 藥籤的能階差的長這樣子 ok 然後呢我們又利用這個 這個PhotonTheer這個寫的不太好 這應該是我們在利用光亮子論 愛因斯坦的光亮子論 光亮子論1等於hν ok 那1等於hν呢我們再把這個 這個 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過來 h2π分之1呢 根號μ分之k呢等於h h這個μOBS ok這觀察到的這個 這個振動的這個頻率 然後兩邊約掉呢 所以呢我們發現呢這個振動的頻率呢 就會長這樣子 哎呀這邊已經寫了 ok ok這個你觀察到的這個 這個振動的頻率呢是2π分之1呢 根號μ分之k 然後呢這個結果呢 這個用這個結果呢 跟classical 這個結果呢 這個結果和 結果和這個 和這個classical classical classical oscillator o-s-o-s-c-i-l-l-a-t-o-r 一樣 就是呢我們利用這個quantum harmonic oscillator的能量的這個能階的表達式呢 還要再配上這個selection rule的話呢 這個我們得到了這個它這個要籤的能量的這個頻率啊 ok 這個我應該寫這個是要籤的能量的頻率 要籤的頻率 要籤的頻率 ok 要籤的頻率 ok 我們發現呢這個要籤的頻率呢 它這個結果 利用quantum harmonic oscillator的結果 然後還有selection rule的結果 我們發現這個要籤的頻率 根本用這個 古典的 古典的那個 簡協震值 classical 簡協震值 預測出來的頻率呢 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你這個 其實好像有點增效耶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表示說呢 其實古典 你用古典的harmonic oscillator呢 跟量子的harmonic oscillator呢 你預測出來它要籤的那個頻率呢 你那個要籤出來的這個頻率呢 其實都是 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這個 我家沒有句話的predict vibrational frequency 這應該不是vibrational frequency 這應該叫什麼呢 嗯 這應該叫做 嗯 這個是要籤的能力嗎 好吧 那還是把它講錯 好吧 先把它當作是predict vibrational frequency 好了 ok 嗯 這樣講對嗎 這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ok 反正先這樣 反正現在這個結論就是呢 這個你預測出來的那個頻率呢 預測出來的那個頻率呢 古典跟量子呢 那個得出來的這個 得出來的這個頻率呢 是一模一樣的 ok 好 這個是預測的頻率的部分 ok 這是預測頻率的部分 但是呢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慢慢就開始了 ok 然後這個之前呢 我需要跟各位講下面一個東西之前 我就需要跟各位想一個小嘗試的東西 ok 這個好像學期初一開始有稍微提過啦 ok 但是後來還沒有講得很完全 這個呢 我們一開始 這個課程一開始有提過 這個 如果你這個系統 如果這個分子是N個值點組成的話呢 你的總共的自由度呢 是3N ok 為什麼是3N呢 因為每一個值點都有 因為每一個值點都有XYZ ok 每一個值點都有XYZ ok 每一個值點都有XYZ 所以是N乘上3 ok 好 那所以呢 像這個單元子分子啊 就是像這個 這個在叫什麼 多性氣體嘛 亥乃雅克山東 它的Degree of Freedom 總共就是3 ok 那雙元子分子呢 就是3乘以2 就是等於6 這邊是3乘2 ok 就能夠寫2乘3等於6 ok 那這邊是1乘上3等於3 然後3個原子呢 它就有3乘3 3個3 那總共就有9個自由度啦 ok 好 那我這邊要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啊 這個就是 到底這些分 這個多 多元子分子呢 它總共有幾個振動的自由度呢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東西 那有振動的自由度呢 ok 對於這個線性分子來講 ok 線性分子 線性分子 那什麼是線性分子呢 比如說像這個HCL啊 像畫面上面HCL啊 CO2啊 或是什麼 CO 或是什麼O2 或什麼N2 ok 我對這些線性分子來講呢 它有3個Translation 2個Rotation 然後3N-5個Vibration ok 3N-5個Vibration 這個是對於線性分子喔 線性分子有3個Translation 2個Rotation 然後3N-5個Vibration 這個5呢 就是這個這個5呢 就是3個Translation Translation 然後加上2個Rotation 所以是3N-5 因為這個線性分子呢 它那個轉動軸就只有兩個 它只有兩個轉動軸 它沒有三個轉動軸 所以呢 它這個線性分子的話呢 它的震動自由度就是3乘3N 3N是Total的自由度 3N是Total自由度 Total自由度 OK Total自由度呢 減掉3個Translation 減掉2個Rotation 所以是3N 總共3N-5個 OK 所以你Vibration 就只要3N-5 OK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HCL 這個線性分子 線性分子 它呢 就是有3個Translation 那兩個Rotation 那最後呢 就是3N 這個N呢 這一個Vibration就是3乘1 3乘3 然後減掉5等於1 OK 那這個 像這個CO2呢 它有 CO2也是線性分子 所以它是3個Translation 兩個Rotation 所以呢 它最後Vibration剩下多少 因為它只有3個原子 所以3乘3 然後扣掉5 會等於4 所以它只有4個Vibration OK 4個Vibration OK 所以對於線性分子 它的Vibration的自由度的數目 是多少呢 就是3N-5 OK 那這是線性分子 那如果不是線性分子呢 就像畫面最下方這個 這個米老鼠 這個水 這個水呢 它振動的自由度 總共多少個呢 我們來數一下 OK 它就是變成了非線性分子 它就是有3N-6個Vibration 這個非線性分子 它就是有3N-6個Vibration 就像我們這個H2O 或是說什麼 我們舉一點例子好了 N-H3也是非線性分子 OK 那 這個 C-H4也是非線性分子 那 比如說什麼C-2H-6呢 也是非線性分子 OK 反正線性分子呢 其實是很少很少的嘛 OK 我這邊所記一下 嗯 H2O 然後還有誰呢 OK 比如說還有N-H3 C-H4 C-2 H-6 然後呢 這個是CO 然後 2O2 嗯 CO2 好 然後呢 這個非線性分子呢 它就有3個Translation 3個Rotation OK 它轉動軸就有3個 線性分子只有2個 那非線性分子 它就有3個Rotation Rotation的軸 所以呢 它總共Vibration呢 最後剩下是3N-6個 OK Vibration它是3N-6個 像比如說 像這個水的分子 它總共有3個Translation 然後3個Rotation 所以它最後的振動自由度 是3乘上3 扣掉6 會等於3 所以它有3個Vibration 3個Vibration的自由度 OK 好 這個是為了要討論下面這個振動 這個振動光譜之前呢 先給各位這個補充一個這個小小小知識 OK 就是呢 你到底一個多元子分子呢 它到底振動的自由度有多少個呢 就是線性分子的話呢 就是3N-5 非線性的分子的話就是3N-6 OK 好 那下面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 這個首先我先看一下這個線性分子 線性分子呢 嗯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要清掉什麼 應該是這個 OK 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個CO2 CO2呢 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丟到IR IR光譜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只有兩根 兩根非常強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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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在我來看一下 兩根非常強的吸收 OK OK 好 兩根非常強吸收 螢幕上面看到的是兩個 OK OK 好 那這個CO2總共有幾個振動的自由度呢 因為CO2是線性分子啦 因為CO2是線性分子 所以它振動的自由度是3N 然後扣掉5 那等於3乘上3 然後扣掉5 會等於4個 OK 它總共會有4個振動的自由度 那這4個振動的自由度呢 看起來是長什麼樣子呢 OK 這個你在畫面上看起來只有兩個吸收風 那你在想它4個振動自由度 它應該會有4根風才對啊 可是螢幕上面只有出現兩個 哎呀這是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OK這就是Transition Dipole Moment 就是Selection Rule的東西啦 我們來下一頁看一下 欸這個好像不會動欸 我點一下看它會不會動 喔它會動 OK 這個畫面上就是這4個振動的自由度 我們剛剛有說過啊 這個CO2呢 它有4個振動的自由度 欸這個它只點一下就不會動了 欸 喔好吧 這個好像它 我要寫畫東西 它就不會 它就 它就會停下來 我們剛剛有說過啊 這個CO2呢 總共有4個振動的自由度 那這4個振動的自由度呢 就是剛好就是畫面上面這4個 這4個振動的自由度呢 如果畫 看成動畫的話 是兩個 是長這樣子的 像第一個的話呢 是這個碳 碳跟這個兩個O呢 是做一個相反方向的運動 OK 相反方向的運動 然後呢 這一個呢 第二個 右上角這一個呢 跟這個是一模 跟左上角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呢 它這個振動是穿出這個紙面的 所以你有有點好像看不太清楚的感覺 這個振動是穿出紙面的振動 跟這個 左上角這個振動是一模 振動模式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它的方向是穿出這個紙面 OK 然後呢 左下角這個是一個對稱的 一個對稱的Stretch 對稱的Stretch 對稱Stretch 然後右下角是一個非對稱的 非對稱的Stretch OK 好 那我這個下面這4個東西呢 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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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面這4個東西呢 有寫了一些字 我下面其實寫了什麼呢 我這邊說這個振動模式是IR Active 左上角是IR Active 然後呢 右上角也是IR Active 右下角呢 也是IR Active 但是這個左下角呢 是IR Ingate Active OK 這個就是要解釋說 為什麼我們上一頁呢 那個CO2呢 只有看到兩根吸收風的 吸收風的原因呢 我們回到上一頁 你看我們CO只有兩根吸收風 大概700多這邊有一根吸收風 然後呢 大概1000 接近1800這邊有另外一根吸收風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量子化學計算的結果 700這邊呢 740附近的確實有一個吸收風 OK 這兩個很接近啊 幾乎重疊在一起啦 這個頻率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才會看到只有一根而已 OK 這兩個是有IR吸收的 OK 然後呢1752就靠近1800那邊 也有一個IR的吸收 這個也是有IR吸收的 所以呢 我們總共看到這4個振動模式呢 只有3個是有IR吸收風的 那這個987靠近1000這邊呢 是沒有吸收風的 我們回到上一頁看一下 你看這1000附近是完全沒有IR吸收風的 OK 但是呢 它確實有一個振動模式 它的頻率是大概在987靠近1000那邊 1000的Wave number那邊 OK 這個是IR沒有吸收的 OK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IR沒有吸收呢 IR沒有吸收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這個動畫的時候順便助機呢 欸不行啊 哎呀不行 這個 這個Diple moment Diple moment 沿著 沿著 沿著振動方向 沿著振動方向的改變 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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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Diple moment 沿著振動方向的改變是0 OK 這個Diple moment 這個Diple moment 這個Diple moment 我們要怎麼看呢 嗯 我稍微畫一下 好 這個我稍微畫一下 比如說這個CO啊 CO啊 CO啊 這個O呢 大概是帶一些負電 帶一些負電 那這個O 這個C呢 稍微帶一點點正電 帶一個正電 OK 然後呢 這個呢 我們有一個Diple moment的話 是正電荷指向負電荷 OK 那這兩個方向呢 剛好會抵消掉 所以這個Diple moment是0 Diple moment是0 但是我們看一下這個對稱的振動 這個對稱的振動 如果它兩邊都長了 深長了一點 我畫了誇張一點好了 深長一點 一樣啊 這個還是帶正電 這個還是帶負電 然後兩個一樣方向還是相反 兩個都有Diple moment 但是方向相反 最後呢 這個Diple moment也是0 所以這樣你這個 你雖然震動 你這個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 是一樣的 是0 沒有改變 那即使你說的很小也是一樣 我們說的很小 我發現是縮小一點 就這樣子 縮小一點 很靠近 你這邊一樣帶正 然後這邊是趴帶負 OK 然後你這兩個方向 你看這個兩個方向 Diple moment還是 最後還是整個會抵消 OK 所以呢 你雖然說這個分子 它會 這個CO2 這個震動模式 它是這樣伸縮伸縮 可是呢 它這個 它儘管這樣伸縮呢 它的這個 它儘管這樣伸縮呢 它其實這個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呢 都是0 OK 它不管伸 或是不管縮 它的Diple moment 一樣都是0 所以它這個 這個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呢 就是0 OK 所以呢 這個震動模式呢 在IR中呢 是不會吸收的 所以你在IR光譜裡面 看不到這個震動模式 所以你在這個1000Wave number這邊呢 你是看不到 看不到吸收風 但是你像其它這幾個啊 它這個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呢 都不是0 這個你要好好 這可能你要稍微去體會一下 像這個啊 左上角啊 還有這個左下角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的 並不是0 這個比如說呢 我們右下角這個舉個例子好了 右下角這個可能比較各位 右下角可能稍微比較好 比較好解釋一點啊 就比如說呢 嗯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C 啊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C O O 這個是趴修正 這是趴修復 趴修復 OK 然後呢 這是一個不對稱的震動 這邊呢 我們這邊會 這邊不對稱 這個C 這個O會靠得很近 然後這個會拉得很遠 那我們 我們 這邊 OK 好 我們一開始這個在中間的話 Diple moment是0啊 OK 然後我們這邊趴修正 這邊是趴修復 趴修復 我們這邊這邊有一個很大的 Diple moment 很小的Diple moment 所以呢我們 Diple moment總共呢 加起來是這個方向 所以呢我們這個Diple moment呢 就不等於0啦 OK OK 那這個左邊 這個左邊這個也是 如果是伸到這個右邊 這個也是一樣 Diple mo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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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個很大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小 然後所以加起來呢 是往這邊 Diple mo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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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這個 這個沿著震動方向呢 這個右下角這個震動模式呢 這個右下角這個震動模式呢 它這個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呢 就不是0喔 因為你看 它一般在中間是0 可是它這個 如果往左邊靠的話 Diple moment 是很大的向右啊 然後這個C 如果往右邊靠的話 Diple moment是很大的向左 所以這個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呢 就不是0喔 就不是0喔 所以說呢 右下角這個震動模式呢 是會在這個 會在這個IR光譜裡面 看到這個吸收喔 那所以同理可證呢 像上面左上角跟這個 右上角這兩個震動模式呢 它的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呢 都不是0喔 各位可以自己嘗試 嘗試去畫一下解釋這個東西喔 一定不是0喔 OK 這個左上角跟右上角呢 這個其實你很容易看出來 它不是0啦 OK 啊 OK 不過我覺得 這可以當做一個上課練習 給大家自己解釋看看 OK OK 這個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就當做這個 這兩個震動 左上跟右上這個震動模式 給大家上課練習一下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 會不會解釋為什麼 它沿著震動方向不會為0 來幫我們沿著震動方向 改變不為0 好 這個就是這個CO2 所以呢我這邊呢 只是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這個 你在這個 這個CO2 這個四個震動的模式裡面 只有三個 是在IR光譜裡面 是看得到的 然後有一個震動模式 在IR裡面是看不到的 這個就是我之前說的 就是你這個selection rule 就是selection rule 就是從一直從 垂直圈大部分那邊 一直來來來來 來到selection rule 這個selection rule 可以告訴我們 哪一個會吸收 哪一個不會吸收 這個是古典的 harmonic oscillator 是沒辦法解釋這件事情的 古典的 harmonic oscillator的模型呢 只能解釋那個震動的頻率 它沒有辦法解釋說 那個吸收強度是多少 但是呢如果我們用量子的 harmonic oscillator transition dipole moment的概念 最後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selection rule selection rule就可以告訴我們 哪些震動會吸收 哪些震動不會吸收 這個完全是量子的 harmonic oscillator呢 才會 量子harmonic oscillator 才有辦法讓你得到這個結果的 古典是讓你得不到的喔 OK 好這個就是CO2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我們要講的是哪一個分子呢 我們這邊必須被清除了 OK 下一頁我們去看啦 OK 這一就是我剛剛想要講的 這三個震動模式呢 這個dipole 沿著震動方向 不是改變不是0 因著動方向改變不是0 就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OK 這個也是一樣 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OK 好 那這個N2這個分子呢 為什麼在IR spectrum 就像這個雙原子分子呢 為什麼它這個在這個 它在這個IR光譜裡面呢 完全都看不到吸收風呢 這個原因就是很簡單 首先那些雙原子分子呢 它的這個 它的震動模式是多少呢 vibration的 它的vibration的degree of freedom呢 是3n-5 因為線性分子 所以等於3乘以2-5 OK 所以等於1 所以它只有一個震動的自由度 那這一個震動的自由度是多少呢 我想可以閉著眼睛也想也知道 它只有一個震動的自由度嗎 比如說這個它就只有N 它就只有這個Stretch這個 它就只有這種震動的自由度 這邊沒有動畫啦 所以就給各位稍微看一下而已 很短 然後呢 還有中間 OK 它就只有這個 它只有這個方式 它只有這個一圍的 它就只有一個方向的這樣在那邊震動而已 而且是一個對稱的震動 然後呢 這個N2這個分子呢 這個dipole moment呢 這個等於0 OK 然後它即使它是生長 生長到一個距離的時候 這個dipole moment呢 也是 這個dipole moment也是等於0 然後生長到一半 這個dipole moment也是等於0 也就是說呢 它的dipole moment呢 dipole moment 它的dipo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 改變是0 OK OK 所以這N2呢 它那個dipo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是0 那個selection rule告訴我們 這個東西 如果它的dipo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改變是0的話 那它這個震動的這個動 這個震動的自由度 在IR裡面是不會被吸收的 OK就是selection rule就是告訴我們 這個它有這個震動模 它有這個震動沒有錯 它有一個震動自由度沒有錯 它有一個震動自由度沒有錯 可是它這個震動自由度 在IR裡面看不到 OK 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 所以說我之前有一個投影片說 為什麼N2O2 N2O2不會吸收IR光譜 我說N2O2不會吸收紅外線 N2O2不會吸收紅外線 前面有一則投影片有講到這個嗎 那那個時候沒有跟你講原因 因為這是因為這個selection rule 告訴我們 這個N2O2 它那個震動自由度 在IR是不會吸收的 OK不會吸收紅外 OK不會吸收紅外 OK 所以這個N2O2它就不是溫室氣體 OK 那也相反的像水 水它的震動模式 三個震動模式 都是在 它總共有3N-6 對3N它的三個震動模式 都是可以 在IR都會吸收 所以水是溫室氣體 N2O2是完全不會吸收紅外光譜的 OK 好 好 那這個就是N2 為什麼在IR裡面看不到 OK 好 我們下面應該剩下最後一個水分子 這個米老鼠 這個米老鼠呢 你會看到有三根震動光譜 有三根 但是有一根很弱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抱歉 這邊有一個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 那這個水分子呢 它是非線性分子 那震動自由度是3N-6 所以是3乘3-6 那等於3 OK 它總共有三個 OK 那總共有三個震動自由度 這三個震動自由度呢 在IR光譜裡面呢 都會看得到 那這個IR光譜的 它在IR光譜裡面 這個三個震動模式 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在下面看一下 OK 我點一下 OK 它這三個震動度的震動自由度 是長這樣子的 它三個震動模式長這樣子的 OK OK 它這個是3,800跟3,900 那邊有一根 我看一下 這個跟實際上 我們這個震動光譜怎麼差的那麼多 3,800這邊確實有一小根 OK 3,800跟3,900 接近4,000這邊 然後1,500那邊也有一根 OK 然後這三個震動的自由度呢 非常的明顯 它這個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呢 絕對不等於0 OK 這個你就自己去 就是它那個震動模式 你去 每一個震動的 每一個震動 它震動的改變 你去畫一下它這個 你去畫一下那個分子 你稍微畫一下 你就知道為什麼 它那個diple moment 沿著震動方向的改變 就不是0了 OK 像它這個 像它這個震動模式 它這個角度會變 那這HOH 它這個角度會變的話 它這個diple moment一定會改變 它這個diple moment一定會改變 那這個呢 也是一定會改變 就是這個 這個不對稱的 不對稱的這個stretch呢 它這個diple moment也是一定會改變的 那這個呢 嗯 這個我想一下 這一個的話 對 這個也是會改變 沒有錯 這個震動模式的話 它的diple moment也是會隨著震動方向改變 對啊 這各位可能要有想像力一點啦 OK 不過我不知道各位想像力還剩下多少 OK 好 好 所以呢 這個水分子的這三個震動模式呢 這個它都會被 在IR光譜裡面是看得到的 OK 好 這個呢我們 這支影片我們不知道講了多久了啦 OK 那這邊呢 我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這一段呢 就是要講說 利用這個selection rule 這個selection rule呢 來解釋說 為什麼有些分子的震動模式在IR裡面看得到 有些分子在IR裡面 有些震動模式在IR裡面看不到 OK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selection rule 從treciation diple moment 得到那個selection rule的結果有多重要 它可以告訴你 到底那個震動模式到底會不會吸收 OK 就是完全是quantum才會 才會告訴你的事情 那最後有一個小地方 最後這個我們後面那個投影片 還有一點點的 這個這個單元還有一點點 我順順的把它講 稍微把它結束掉好了啦 OK 不然就不要再多錄一段了 因為下一段其實很短了 OK 那下一段這個只是要說呢 這個vibrational spectrum呢 它的那個分布 它的population是怎麼樣子 這個就是呢 我們稍微考慮一下 用這個波茲曼分布啦 OK 波茲曼分布 這個我們這邊呢 主要的是要利用波茲曼分布呢 利用這個波茲曼分布 波茲曼分布 波茲曼分布 欸 然後去看這個 這個震動能階的分布 去看震動能階的分布 震動能階的分布 震動能階的分布 OK 去看這個震動能階的分布 那因為我們這個震動能階呢 我們從quantum的harmonic oscillator 已經得到了1n等於n加2分之1h nu OK 這就是quantum harmonic oscillator的結果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結果呢 帶進去這個波茲曼分布 這個到這邊就是 帶進去波茲曼分布 OK 帶進去波茲曼分布 那這邊呢是比較數學處理啦 那這個各位呢就是 稍微看一下就知道就好了 OK 那波茲曼分布呢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還記得 因為波茲曼分布在 波茲曼分布在這堂課裡面 常常的出現 OK 就是說呢 我們要看某一個能階 它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OK 這個是某個能階 某個震動能階 出現的機率 某個震動能階 出現的機率 嗯 某個震動能階出現的機率 那這個機率 那這個東西 最後就是要告訴你一個結論啊 OK 某個震動能階出現的機率 這不是這個出現的機率啊 OK 然後呢 這個後面有一些數學處理的過程啊 那這個就是很單純就是波茲曼分布 再加一些數學處理啊 那這個數學處理呢 這個我已經在放在這個 直接在這個播影片上面都秀出來的啊 那這個 推導的過程呢 各位可以不用擔心啊 因為這個我不會要求各位去背這個東西啊 背這個東西呢 各位都沒有辦法了 OK 好 那如果最後這個數學處理呢 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會得到呢 這個最後會得到這個式子啊 最後會得到一個式子啊 然後這個式子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 這個如果這個式子你去代言去算啊 比如說這邊就有一個一個example 這example的答案呢 已經跟各位說了啊 他說呢 這個 這個說HBR這個分子呢 它在vibrational ground state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然後就是在這個300 300室溫下300K跟那1200K下呢 這個HBR這個分子 它在vibrational ground state的機率是多少啊 看一下上一頁寫什麼啊 OK 這邊是F0喔 OK 我們是我們這邊是 這個0的意思就是指這個ground state啊 這0這個意思就是vibrational ground state 意思就是n等於0帶進去 n等於0帶進去啊 OK n等於0帶進去啊 這個東西 n等於0 這個式子最後呢 n等於0帶進去就是 就是這個就是vibrational ground state出現的機率啊 能註明一下 好了 這個是vibrational ground state出現的機率 vibrational ground state出現的機率 出現的機率 OK 這是vibrational ground state呢 它出現的機率 最後呢這個我們跟波茲曼分布的推倒 推到最後就是長這樣子啦 OK n等於0嗎 帶進去啊 然後這個東西呢 你算一算啊 我們剛剛下頁的問題呢 那你算一算你會發現呢 哎呀 那這是要告訴你什麼 你在300度K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F0算出來幾乎是 跟E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啊 然後即使在這個1200度K 這麼高溫下呢 你在vibrational ground state 還是幾乎是 還幾乎是有83%在vibrational ground state 所以呢 這個最後呢 就是要告訴你一個結論啊 這個結論呢 這個之後有一個 講某一個光譜的時候呢 這個結論可能會 還是會用到 所以稍微提一下了 OK 所以呢 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Most molecules are in vibrational ground state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就是你去算 你會發現就是說呢 幾乎所有的分子呢 它都會處於震動的基態啊 絕大部分的分子 處於震動基態 OK 絕大部分的分子 絕大部分的分子呢 處於震動的基態 分子處於震動的基態 處於震動的基態 Vibrational ground state 震動的基態 震動的基態 基態 那下面這個就是列式列的張錶啊 你看就是說這些 這些雙原子分子啊 即使到1000K的時候啊 你看它在那個 這個 在這個 這個N1呢 這是 First excited state 它就是去不去算說 這個N1 在First excited state 跟這個ground state的比值 是多少啦 也是一樣利用這個波茲曼分布去算 OK 那即使發現 其實在這個1000K的時候呢 到1000K的時候 大部分的分子 你看它在excited state的幾率 居然居然這個比值 居然是這麼低啊 這個大概才百分之零點 百分之多少啊 大概百分之零點一吧 這比例都很低啊 這比例都非常的低啊 very low low very low very low OK 大部分分子 即使到1000K的時候 它在 它在ground state的幾率 還是非常高 你看它 First excited state 幾率都非常非常的低喔 那如果在這個室溫下呢 哎呀 那就更明顯了 這幾乎所有的分子 幾乎都是在 vibrational ground state 那只有這個 BRBR 是這個 是比較 比較特殊的吧 你看它在這個 低溫跟高溫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在 vibrational excited state的幾率 其實並不小喔 那這個其實 這個就是因為呢 這個它的這個 vibrational的 這個 vibrational的 energy level 它是vibrational energy level every level 差很小 level 差很小 OK 就是呢 它的分子呢 可能它這個 vibrational的 energy level呢 就其它分子 OK 其它分子 它這個 vibrational energy 這個 mu等於 N等於 0 N等於1 N等於2 其它分子這個是差很多的 N等於012 這個是差很多的 那可能 BRBR呢 它這個振動的 它這個振動的 energy level呢 可能就是N等於0 跟1的 這個它可能差很小 這個差很小 OK 其它的分子就是差很大 就是它vibrational的 energy level 其它分子都是差很多的 那這個BRBR呢 它的vibrational energy level 它的差可能很小 那這個差的很小 很有可能就是 因為它振動頻率很低的原因 那這個差很小 它原因就是振動頻率很低 振動頻率很低 振動頻率很低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振動頻率非常非常的低 OK 也是因為振動 它頻率比較低 所以它那個 vibrational energy level 它的那個差其實很小 所以它在 它在溫度改變的時候呢 它是有 它是那個 它在excited vibrational excited state 是可以有分佈的 但是其它正常的分子 都是在vibrational ground state OK 這個只是 這只是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說 這個是 大部分的分子 都是 是處於振動的基態 其實大部分我們看到的分子 都是這樣子 像這個vibr 是比較特殊一點 這這個是比較重元素 OK 這是比較重的分子 比較重的分子 它頻率都會 振動頻率都會比較低 那其實我們一般 看到有機分子的 它那個振動 它都是處於振動的基態 OK 好 那這個我們這一段 這個振動光譜這一段的影片 我們就錄到這邊 OK 那這個我們下一則影片 我們再就要開始講這個 另外一種也是振動光譜 但是那個叫做Raman Spectrum Raman也是一種振動光譜 但是它跟IR的原理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它看到的東西跟IR也不太一樣 但這兩個其實都是振動光譜 那這個東西 我們下一則影片就開始講這個Raman好了 那這個振動光譜 就這段影片暫時到這邊 剩下的我們之後再聊啦 拜拜